哈囉粉絲團的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午安 今天下午要跟大家做直播分享的車種 是經常在我們直播上出現的車種 這台車是CIVIC的8代 這台是2000的,這台是2011年的 車主也有做了一些基本的改裝 譬如說輪胎還有鋁圈 這是215457的PS4 車高的部分 預計降到前面大概兩指半 後面兩指幅左右 所以今天的車高降到這個幅度的話 幾乎是可以不用上仰角調整器的臨界點 如果在地的話呢 就建議車友要上仰角調整器 這台車是2.0的 所以它的仰角上方呢 有一個這個算是大燈的HID的水平感應掉架 那如果有改仰角調整器的時候 就要特別注意看看有沒有這個固定孔 那這台車呢 在安裝的時候呢 最大最大的技巧呢 還是在於後面的彈簧跟避震器 它的後面的彈簧上方呢 這個是調整機構 那今天預計大概到兩指幅了 所以這台車呢 降到最低大約是輪胎跟葉子板切起 可是呢 如果要降到那麼低的幅度 就建議車主的話 要改仰角調整器 才會避免痴態的狀況 這個是後面的避震器 後面的話呢 我們上座的一些橡皮呢 需要沿用原廠 因為CIVIC8代呢 它的上座橡皮比較大顆 而且它有一個孔座 是可以框住橡皮的 所以它的上座的橡皮呢 需要沿用原廠 那這裡的防塵套呢 這個防塵套是特別加長的 所以這裡的話比較不容易積水 而且它不太會有硬的狀況 這個是加長 當車高放下來之後呢 它的防塵套會跟原廠一樣 把桶形比較需要保護的軸心的部分 全部都造起來 這個是特殊的防塵套 那後面的彈簧跟調整機構 這台車也比較特別一點點 因為原廠的上橡皮呢 它是一個倒三角的形狀 所以這裡的調整機構呢 幫我們這裡的角度 所以它的調整機構呢 其實是還蠻大型的 所以它的調整機構呢 是剛好放在上方 來框住這個原廠的上橡皮 那調整車高的部分呢 是從這一個的彈簧上方的 highlock key來調整車高 哈囉 阿琳娜你好 今天的車主也認識你耶 你現在是很紅的網紅喔 謝謝幫我們介紹 然後下方的話呢 這一條彈簧呢 是大捲的彈簧 並非是競技版本的直捲彈簧 所以它的上進比較大 下進比較小 下進的話呢 剛好是和原廠的下橡皮 所以它的highlock key的話 還有後筒聲的配合呢 最主要的安裝方式呢 就是筒聲呢 千萬不能縮得太短 一旦這個筒聲縮得太短呢 它的彈簧就會壓縮過多了 我們早上也有遇過類似這種狀況喔 所以在安裝的時候呢 特別安裝的技巧呢 就是要把後面的筒聲呢 拉長到彈簧不會鬆脫的程度 那就OK了 那後面的阻尼調整呢 是在後行李箱的兩側 到這邊好了 我們把這個試毯呢 把它拉開之後呢 從裡面呢 就能拍得到它的避震器的上部結構 這個角度看得到OKOK 這個從裡面呢 就能夠調整阻尼 所以CIVIC 8代跟9代 它調整阻尼的位置 後面的話就大概在這個地方 今天誰偷改啊 今天的話 這個是彰化的車友 彰化的車友 這是左後的部分也已經安裝好了 前面的部分的話 我們KT 它有附上座 這個是CIVIC 8代的上座 上座的話 這裡有看到白色的痕跡呢 是這台車呢 跟CIVIC 8代 9代 還有TIDA 還有SWIFT的話呢 它的上座呢 都是坐落在前擋板的下方 那如果車子是比較長停外面 或者是經常在比較容易下雨的地區 譬如說基隆 那它的上座呢 就比較容易會生鏽 來減緩 縮減原廠上座的壽命 所以我們裝完畢之後呢 CIVIC 8代都會在這個地方呢 建議車友 或者是自己保養的時候呢 噴塗一點防鏽油 但是我們的防鏽油 特別把它用其他的顏色 因為如果用黃色的話 看起來就有點像是漏油的痕跡 所以特別用紅色的或者是白色的 來做防鏽的動作 那阻尼的調整呢 就是從這個旋鈕來做調整 順時針的話它是變硬 逆時針的話是變軟 那前面的話 我們道路版本是配200賞氣光斤 它的一些油管固定架 還有ABS感應線呢 這些都是跟原廠的位置是一樣的 那主尼油的部分呢 我們所選用的是 義大利IP的主尼油 IP的主尼油 它其實是義大利的重機的品牌 Aproidia的指定用油 那它的油品是從義大利一整桶進口的 並不是授權來台灣在做混裝的油品 所以它的單價呢 比較高是它的缺點 那它的優點呢 是穩定度比較高 消泡性也好 那耐用度持久度都有不錯的表現 然後裡面的油風 我們所選用的油風呢 是日本NOK的油風 那前面的車高調整呢 跟後面就不一樣了齁 前面的話呢 是在前懸吊裡面 最常看到的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那這樣的懸吊系統它的車高調整呢 並不是靠壓縮彈簧去改變車高的齁 是靠統身的長短來改變的 所以把這個托盤呢把它懸鬆 把它的腳管往下延伸 它的長度變長 那車高就會變高了 那相反的 如果這個藍色的腳管往上縮短的話 它的車高就會變低 那這台車你看這裡的空間還很大 這個就是可以降低的空間 所以這台車呢 幾乎我們做到最低的版本 會符合後面的車高 就大概是半指幅 甚至是比半指幅更少的一個車高 好前面已經裝好了 調檢好了嗎齁 好這樣可以把它倒起來 這台是2.0的齁 2.0的我們比較 在西比克巴黛上面比較少見到 這個算是經典的那個阿包 也算是西比克巴黛裡面 車友最常改的那個大包的版本 哈囉小豬你好 下午午安 前面的三腳架的這個2.0的齁 它還這裡還有一個 算是水平感應吊架的位置 在三腳架的上方 所以如果呢車友有要改強化三腳架的話 如果是這個版本的也要特別注意一下 是不是有這個機構可以固定這個感應吊架 那這個是原廠拆下來的避震器齁 原廠的話這台車比較新齁 如果是2006年到2009年呢 它的上座呢 就比較容易會有原廠的了齁 比較會有問題 那後來2009年之後呢 原廠西比克有改改進了一些 上座的指退走場的 的bug 所以2009年之後的車主的話 就比較少遇到它的原廠上座有異常的狀況 這個是後面的彈簧 後面的彈簧呢 上橡皮還有下橡皮的話需要沿用齁 然後後面的筒身上方 這裡有原廠的上橡皮 這個是圓形的墊高橡皮 這個的話就需要沿用原廠的 那其餘前面的話呢 它就一個總層就不用再拆解開來 我們就有附上座還有附所有的零件 這台車在北部台北有很多的車友很捧場齁 我們台中的話也都有試乘車呢 可以讓大家來做試乘 如果車友們有需要試乘的話呢 歡迎跟我們聯絡 這裡還有一顆撞低音喔 今天的車高算是略降齁 前面大概兩指半後面是兩指幅左右 如果車友們有要再降低的話呢 就會建議要改仰角調整器囉 那為什麼要改仰角調整器的原因是在 當後輪它是一個集合結構 當後輪降低之後呢 它的後輪的這個角度就會變趴 那原廠的它只能調速腳 投影的角度 它的CAMBER角度呢 並沒有做偏心螺絲 如果類似這樣的懸吊系統 它後輪有做CAMBER角度的可以調整呢 有Golf車系 Golf的話期待它就有辦法 然後Nissan的 Tiena的J31J32 還有350Z G35這些車系的話呢 後輪的它都有做一顆螺絲 偏心螺絲可以做CAMBER的調整 但CIVIC8呢 它只能做投影的調整 所以當車高降下來之後 它後輪的CAMBER角度變趴呢 就需要改裝這支仰角調整器 那如果車高沒有降幅很大的話呢 就可以用原廠的 投影偏心螺絲呢 稍微去修正一下就可以了 這個是180長6公斤的道路版的彈劃 OK我們再裝拍了 以上是今天的安裝的直播分享 那如果車友們有問題呢 歡迎跟我們的小編聯絡 謝謝大家 大俠你好 我們剛剛直播完畢了 有空再幫我們分享一下 謝謝 掰掰